还有这边呢 还有这个 Squared花 OK Squared花了 OK 对 那这种 金质呢就是我去那些 呃 很多地方 去了这之后留下的金质了 OK Yah 包括我那一次 跌车的时候 哪哪哪 这次不是要讨论我如何跌车 而是要讨论这个来自 Infinitely Active 赞助的 Parkour's Rendezvous Set 所以我是用了这个New Set 很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对于它那个 性能还有它的感觉叻 算是了如指掌 OK 所以我算是一个 long term review for这个New Set OK 在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like share subscribe 然后想要给更大的鼓励 可以到下面的SUPER TANKS 来点小小的赞助 让我早上买堂吃 骑车不被DRAW 所以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它的SPEC OK 那么它前面是35mm 后面是39mm 那么这个算是比较sharrow rim的 Profit OK 它不是太过deep 因为我比较多骑的 那种地方叻 都是那种有rolling地方 或者山路 这样子的deep叻 就刚刚好和all router了 OK 什么路线也可以跑 那么讲到它的那个前后 我为什么还做一边小 一边大叻 那我通过它们那个叫风动测试 这样子做的配搭叻 会比较好切封 OK 它的VIV 是刚刚可以配合到现在最流行的28C轮胎 所以你现在看上去它是一片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那个破风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它也可以装上很大的轮胎的 好像可以到32M的轮胎的话 直接就可以变成Grabble的style了 OK OK 因为我没有power meter 要是我power meter 我可以更加的仔细分析 那种power速度啊力量那种给你看 but 因为我都是靠焦力靠感觉起爆 所以哦 我只可以explain到给你知道我的感觉如何啦 刚性真的是有在 OK 我觉得它的power transfer都不错的 OK 也就是我抽车的时候 我不会说有点软软的感觉 一tuck就动 response很好 就好像我那时候骑那个300公里 520300公里 其实是我第一次用这个viewset上战场 OK 一换viewset各天我就跑去玩300公里了 所以我那天整个晚上我就死命乱hook了 总之我有体力我就一直在前面待 有着按有按 一直死命测试到底好不好 结果它给到我的反应是真的是不错 OK 那么它的hub呢 是它park course的disk center lock hub 那么里面使用的是steel bearing 不是cylamic bearing 那么当然啦 如果有cylamic bearing的话就会更好啦 不然 如果要是cylamic bearing的话 是另外一个价钱了 这个viewset OK 那么讲到这个viewset重量呢 它们两个加起来是1400g 比我之前的轻了700g OK 700g是一个很大数字 你想一下有些人哦 花了多么多钱 upgrade了这么多东西哦 come through 有些人太近了 那200g呢 就300g呢 把我一下一口就可以去了700g 所以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upgrade和提升啊 OK 因为我一路来都是用aloeviewset 所以我 我一升级的话 我可以feel到感觉 有可能有些人 他们已经是 一买的车就用carbonviewset了 所以他们升另外carbonviewset 可能没有感觉到这样多差别 but 因为我是从第一开始慢慢玩起 所以升到来这个level的viewset 我会感觉到很有差别 差距很大了 OK 我用这个viewset 已经用了差不多 就是说我看有整千多公里了已经 so based on我的体验来讲啦 这个viewset真的是一几磅 OK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以前我下波的话叻 可能感觉到我的脚车 不会前进这样子 它就说有点拖着拖着这样子 到一个speed limit之后 它就是click to click 这样的 but这个哦 你要是freeview下的话 它会慢慢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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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被限制到我的那个stool 所以是非常好的 OK 那么我去put track 那我那边都是很多rolling的OK 我以前跟车是跟他很辛苦的 比如说因为rolling 一压上去之后 一下滑下去的时候 你要追上他们的momentum 你一定要使出全力 他很快才可以跟他们 but自从我换了这个pacos rondaire之后 整个的骑程的感觉 就轻松很多了OK 我只要稍微太大大大转转 spin的脚哦 我就可以连上去前面的那个人了 很容易追回去了 好 它不会说drag住你很刺激的那个tap 它不会 它反而 帮我轻松兼轻 蛮大的负担了OK 那讲到它的spoke 我觉得它spoke 它是这种 它不是圆形 它是一片的OK 这个风味比较好咯 应该是这样讲啦 哦 我忘记最后的东西 那要给你们听一下那个声音 叫什么啊 sound check up sound check 升级carbon viewset的另外好处 你看看什么嘛 就是整样脚车的颜值变高了 你看看速度快不快 那个是靠角力了OK 最主要整台脚车看起来硬很多 感觉到它不再是一个入门车了 OK 它是一台战车啊各位 OK 那么最后当然了 要讲一下它的那个售价是多少啦 OK 目前市场上是卖着5950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viewset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 OK 让我感觉气了车 我越来越有ohm了 你知道吗 越起越宽越起越孙 我终于不是那个感救仔了 you know 如果大家有兴趣支持这个viewset的话 可以到我的description的link来看看下 那边有完全不电 他们全部都有售卖这个 Pakosviewset的OK 它有一些graver的viewset 还有一些for aero bike的viewset whole一点的OK 更deep一点的都有OK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去看看下 好的 其实我有带过这个viewset上战场比赛的 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 可以看看总结的video啊